槟城乔治市在今天凌晨12点开始迎来雨晨 连续四个小时的豪雨让乔治市再度发生闪电水灾 水深达到1米 受影响的地区包括龙尾、发林、跑马园及水灾黑区、秉南利等等 超过50户家庭受影响 一些居民在凌晨从睡梦中惊醒 赫然发现停在屋外的轿车早已经浸泡在水中 有些人在屋外的车车早已经在屋外的车车 这些车车也在屋外的车车 然后我把车车转到一边 把车转到一边 与此同时 直落八项前往八都丁宜和佛罗山贝的路段 也接到树岛、土崩、地线等等投报 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 当局被迫暂时关闭有关路段 避免再度发生崩线事件 同时也动员人员到现场进行善后工作 滨州治水工程委员会主席曹关友指出 直落八项有两个地方发生土崩事件 但是和发展无关 因为土崩发生的地点处在自然斜坡区 土崩地点附近没有任何发展计划 NTV7综合报道